大家好,我是Tom 今次和大家玩角落生物農場 見到很多角落生物已經在農場走來走去 還有一些建築物和農田 最主要是種農作物 收集好之後 就可以去到麵包店 用小麥做麵包 茶葉可以去日式甜品店 做茶 抹茶牛奶 牛奶要從這裡來 乳牛小屋 可以去牛奶作坊 做雪糕 抹茶牛奶 主要的屋棋就是這裡 有特殊道具 高級肥料和高級資料 將生產量增加 另外最主要五位角色 白熊 河童 炸豬扒 小貓妹 和蜥蜴 如果你有抽角色造型 就可以在這裡換 換好之後 見到我的炸豬扒 就帶了帽子 有頸巾 和褲子穿著 還見到炸蝦味 和蝸牛 蝸牛 我記得在這個位置 去解鎖地形 就可以獲得 炸蝦味 大概這個位置 我猜 每個人都應該一樣 解鎖這些位置 需要錢和橙 如果不夠橙 可以去買 在這裡買 橙 鐵鎚可以每天 按這個 看影片就可以獲得 還有 稀有寶箱 可以抽 抽一些配方 配方可以製造 裝飾品 製造漂亮的農場 收集配方 任務裏面 我們可以做這個 根據指示 有機會有些任務 就有些箱 開放配方出來 左手邊還有一個大寶箱 每做任務 會累積點數 就可以開箱 訂單 在你的農作物 或者建築 出的產物 都可以交貨 拿回 XP 和錢 去到賬號10 的時候 這裡解鎖列車 這裡 在這裡 交貨物 上貨櫃 就出車 之後 就等時間過 回來就會拿很多報酬 和道具 接下來 30-50 以上都可以追加列車 地圖都幾大 現在才是那一小部分 暫時 上去 去到195 左右 上限應該要200級 這裡還有一個 角落生物造型的 又是 兩顆點 一環 造型 可以在這裡抽 可以在這裡抽 限足一次 就免費 另外再上抽 就用200個轉去抽 如果獲得了的話 就不會重複 會再抽另外四位 另外再抽四位 就是要多800轉 就抽齊了五位角色的造型 還有呢 好有 可以去到別人的農場裡面 去看一看 別人做成怎樣 最主要去左手邊 這個粉紅色這個按鈕 圓圈那個 半手禮 每個農場按一次 暫時最多五次 給完之後呢 別人是會收到這個 錢或者鑽石的 那別人去我們 都給這個半手禮 就是收這些 最後 提供了這個 用戶ID 有興趣可以加上 互相交換半手禮 上限就50位的好友 但是他半手禮只有五個 有點太少 希望他可以追加多些 好那今集玩到這裡 下集再見啦 拜拜